大家好,我是雅美 好久没有见了 很多粉丝都在问我说 什么时候更新呢 今天在店里也看到粉丝说 哎呀,你有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没办法啊 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又要带玩 所以这个有点分不了神了 分不了身了 那今天呢也是 其实我的视频一直在录 但是呢因为放在裤里面 就没有进行编辑 所以导致呢 这个看似好像没有工作 其实一直在工作 那今天呢就是把我之前 就是其实已经准备好的视频 那我今天也赶紧把作业完成 那这期的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题目上写的 第一次体验自助推评 来到大温呢 我们已经有一年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不瞒大家说 我们搬到温哥华之后 我们就一直没有摆 就是转下来的瓶子 退掉 以前在萨城里甲大的时候呢 因为城市小嘛 所以很容易就开车到这个 退瓶子的地方 那到了这个温哥华 搬到这个温西 发现周围没有退瓶子的地方 要开很远很远 去瑞士文啊 或者是其他的温东啊 那油价太贵了 所以我跟我先生呢 一直没有忍心 开那么老远去退瓶子 所以就一直攒着攒着攒着 那前两天 我就好好研究了一下 怎么这个就是 节省时间 然后怎么去把 家里现有的瓶子给退掉 那很巧啊 因为在视频里看到了 一条就是说 2021年 也就是去年 就是政府呢 为了方便 因为现在疫情嘛 所以方便大家 能够把自己的瓶子 及时给 就是解决掉 那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 快速的 退瓶子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 给大家看看 我是前两天体验的 当时 给大家简短的 录了一下在现场的一个情况 所以咱们先看看我的这个 呃 视频 今天第一次体验 自助卖瓶子 给大家看看啊 根据在网上了解的信息 我们已经把 最近攒的这些瓶子 都放在这个透明袋子里了 一定要透明的袋子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 丢在这个门里边了 第一次体验 这上面都是 介绍了 他可以收什么东西 然后方法是如何的 哦 然后包括他们收什么瓶子 都介绍得很清楚 哎呀 这个还是 非常方便 容易的 这两条的 视频呢 大家 也算是简单的了解一下 呃 自助的 就是 退瓶子的一种 呃 状态吧 因为那天呢 呃 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先让去办事了 不然的话 就邀请他来给我 拍摄一个完整的过程 呃 不过也真的很简单 呃 当时呢 其实我们是去了两趟 第一趟去的时候呢 我们是找到了这个位置 呃 带着 困惑 带着疑惑 觉得这个 这怎么推瓶子啊 没有人 然后就是一个大的集装箱 啊 后来我在那个 他的这个介绍上 一点一点了解 然后呢 现场我就把我的账户 接注册 注册好了 后来呢 正好碰上了一个西人 他来正好放瓶子 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他说很简单 呃 你就直接收集好了之后 放在透明袋子里 丢进去就行了 你的所有的钱呢 哦 过几天就返回到你的账户上 注册好的账户上 因为当时呢 我 其实很失误 就是说我不懂嘛 所以当时用的是 黑色的垃圾档 他们只能接收透明的 或者是蓝色的 就是我视频里 大家看到蓝色的 这个蓝色垃圾档 都是我后来 我跟我先生又去超市买的 买完之后 又在超市的停车场 又重新装袋子 然后他又 嗯 我先有把我送到这个 这个回收的地方 到了回收的地方呢 我已经把袋子都收拾好了 啊 所以我当时 呃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流程要求 首先呢 先输入我的电话号码 因为我有四个袋子 所以呢 就打印出四个 一个就是 带有你的 唯一标示的二维码的这个贴纸 分别贴在你的四个袋子上 他也特别提示的说 一定要你有几个袋子 就打几张贴纸 按照规定呢 我填好纸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那个门 可以输入我唯一的一个密码 输完之后 他的门就立马就可以打开了 那个门很重 我自己一个人给他打开 然后把袋子一个一个的给他放进去 呃 当我打开门呢 之后呢 我发现里边呢 已经放了不少袋子了 它就是一个大的集装箱 所以呢 呃 这么操作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 很人性化的 因为 你不需要接触 你只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之后丢到里边 他会有工作人员呢 来清点你的这个 呃瓶子的数量 呃 我 记得很清楚 他说是应该有10个工作日 但是其实 我是在 嗯 隔了三天 我就已经收到他 清点瓶子之后的一些信息 在我的账户里就显示了 他给我发一封邮件提醒我 呃瓶子已经清点好了 然后呢 你的这个账户里有 有新的更新 我进到账户里之后发现 哎 我的瓶子一共这次数了多少个 然后呢 这次是多少多少钱 很清楚 而且呢 他会有两种方式 能够 就是领回你的钱 一种方式呢 可以让他给你写一张支票 他给你邮寄到你家里 一张支票 还有呢 一种方式就是你给他留下你的这个呃 邮箱地址 因为你在注册的时候已经登记了嘛 然后他会通过e-transfer的形式 给你把钱转回到你的账户上 真的很方便 呃 今天也很巧啊 在在店里也碰到了一位客人 然后他很着急的问我说 哎你们店收瓶子吗 我说我们店不收瓶子 我们店目前只收那一个牛奶的瓶子 玻璃的 呃 唯一只收这个 他说太不方便了 为什么你们收了我的这个瓶子钱 你们去不帮我退 我说其实瓶子钱呢 是政府这边呃 规定的每家商店 只要你买这种呃 就是带这种呃 可以回收的 他都要先买钱扣下去 然后你攒好之后 你再到这个退瓶子地方 再把钱领回来 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这个呃 先跟他分享了 他很开心 因为他就住在UBC 我说那您就太方便了 呃 所以他也马上要体验 那通过这种呃 接接触沟通呢 我也发现 其实有不少的呃 已经在这边很久的客人 一些伙伴呢 他们也都不知道去哪里退瓶子 然后还有就更不要说 新来的这些呃 新移民 所以我觉得这条视频呢 也算是干货分享 因为大家这个夏天对吧 平时喝一些瓶子啊 呃 包括牛奶瓶子啦 现在这些呃 从呃 今年的2月1号之后 牛奶的那种就是呃 这种纸盒子也是可以去退瓶了 所以我相信这这一条视频 对大家还是非常实用有帮助的 因为瓶子嘛 对吧 你已经付了钱了 如果说你攒好之后 真的每一次去退瓶子的话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基本上 因为他们家经常喝饮料 或喝酒 葡萄酒啊 啤酒瓶子啊 每一次退期 他都应该差不多一百多块钱 但想想 如果说一百只瓶子 就是给处理掉了 随便扔掉了 是不是很可惜啊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这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那句话啊 雅美愿意带着大家 触摸真实的加拿大 如果大家想了解 关于加拿大方方面别的信息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我今天呢 也会在后面呢 摆快速 这个退瓶子的方法呢 留在下方 也供大家呢 参考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